今天沒有特別的這個宣布 口罩相關措施 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這幾天 看起來這個加護病房的 這個佔床率非常的滿 表示說我們醫療量能現在有點這個 要需要再注意加強注意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原因就是 口罩的這個問題 那牽涉到這個所有的國人 那所以我們跟各部會討論的時候 各部分都有這個很多的這個意見 那也需要時間去溝通和安排 那麼第三點就是說 我們看到我們過完春節連假之後 我們看到我們的這個確診數是有一些反彈 那現在還在算是這個高點當中 那我們看到這個 他的反彈的幅度漸漸在縮小當中 看起來是這個遞延通報 有一些效應 那但是還是希望能夠多觀察幾天 看看這個這個病例的數字 是不是會有這個下降 或者是說這個穩定的這個狀況 那基於以上這三個因素 我想我們可能會再延遲一點去宣布我們的這個口罩的新政策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宣布的時間跟時事的時間 我想 我想我們盡快的去溝通 盡快溝通 那剛剛也有講就是說 我們也是一個指的那兩個指標就是交病床 這個我們醫療量能的這個部分是不是緩解 還有就是我們的這個病例數是不是能夠穩定下來 這兩個也是一個重要指標 那這個這個指標如果達成的時候 我想我們就會宣布 那我們看到今天的確他的這個這個病例的跟上禮拜比較上升的幅度 已經大幅的縮小 那如果過幾天也都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會比較放心 大概的定義是這樣子 並不是說他一定要到什麼樣的數字 我們才會去做進一步的這個宣布這樣 有沒有可能在5月 把這個新冠肺炎改類 那總共第四 第五類改成第四類 我想答案是有可能 那今天本土病例是26,793例 今晚一路有292例 那死亡個案74例 那本土病例的部分上升了41.5% 那跟從這個禮拜以來 禮拜一到禮拜三 那事實上上升的幅度有逐漸下降 死亡個案的部分 那今天比較高 那主要就是星期四當然的死亡個案數也都會比較高一點 那另外還有一些可能是在過年期間發生死亡 那現在的一個補報 兒童重症的部分 這幾天是有新增兩例 一例是missc 一例是孝吼的個案 春節過後 其實我們的這個收治人數是有看到有增加 目前我們今天的這個專責病房的收治數是來到2624位 那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到就是說雖然整體全國的這個空床率在專責病床 那他雖然總整個看起來還有8.7% 可是他這個一路下降的這個情況是非常的明顯 根據我們定序的結果 那他60.7%還是BA.5% 那38%是這個BF.7 那另外有兩例的這個BQ.1 佔0.6% 那另外也有另兩例的BA.2.75 那這也是0.6% 所以大致上看起來是 還是以BA.5跟BF.7為主 那這些都是我們已知的這個便宜株 並沒有偵測到新的這個便宜株 所以我想我們從2月7號開始 我們就取消做這個拖育PCR